拿下!无敌战神!我上十万家了!决图! 在252分成功封神,直播间的人气再次冲上了十万家! 昨晚冲上战神的主播很多,但是除了不求人是十万家之外, 青木川则是第二个拿到十万家的和平精英的主播, 他和粉丝的三月之约也是提前兑现了。 那么他和月姐的新陪玩BUG的赌注自然也是算数的, 尽管BUG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硬,但是男子汉大丈夫,说话算话。 昨晚青木川以及队友被科技毛毛狙击, 他也觉得是BUG从中搞鬼, 而BUG被科技打自然也会把这笔账算到青木川的头上, 不管是撞车主播也好,还是被狙击也罢, 青木川上战神也是全凭自己的实力以及队友的配合。 而BUG虽说没有青木川快,但是相差也不是太远, 丢了面子的男人嘴硬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, 但凡他今天染了绿色头发,吃了飞鱼罐头, 我们还是惊他是一条汉子。 当青木川在十二点十分封神的时候, 他第一件迫不及待要做的事情就是立马甩图给BUG, 并且还是要象征性的叫嚣回去。 开拍个照来,把你的狗眼睁好了, 是不是无敌战神,4252。 这一刻的青木川别提有多解气了, 一个是月姐曾经备受宠爱的陪玩大狗, 一个是月姐抛弃大狗后选择的新陪玩BUG, 在双方相约比人头的比赛中,BUG中途找借口跑路, 在双方相约冲战神的比赛中, BUG又找借口说青木川故意找科技狙击他, 而且口气还是十分的嚣张, 承认自己既不如人有那么难嘛, 青木川以4252分已经成功冲上战神, 而BUG还停留在皇冠一的88分, 此时的青木川也是更有底气了。 啊,然后你再看好啊, 242.5KD, 然后6000厂商的无敌战神, 看到了吧,才皇冠一88分啊, 就这啊,老弟, 你也没什么水平啊。 而嘲讽完BUG,青木川第二届要做的事情, 自然是要去大厅的队伍中装一下了, 而其他无敌战神的玩家自然也与他有同样想法, 但队伍中的小姐姐却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段位, 反而还直接毫不犹豫地开了游戏, 打不打呀? 我开了。 你打吗兄弟? 哎,不是不是不是, 我妈让我吃, 我妈叫我去吃饭了。 哦,我奶,我奶生孩子了等一下。 好爱,好爱。 看来男人都是一个样子, 他们喜欢去小姐姐面前装, 但是还又没有胆量一种到底, 青木川和另外一个无敌战神的玩家纷纷找借口仓皇逃跑, 而青木川这个无敌战神也再次向粉丝证明了自己的确是有实力的, 只是他这种技术与研制并存的主播还是觉得节目效果更重要, 让观众开心更重要, 所以大家以后千万不要再说青木川没实力只会打低端局了, 每个主播的直播内容不同, 他们打低端局也只是因为想要给大家呈现出更好的节目效果, 十万加让青木川再次重回巅峰, 那么他能否继续回到以前的高人气呢? 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